这种红果子你肯定没有吃过 它就是农村常见的构桃价值高 在农村你会发现一种挂满红果子的树木 而且很常见 当地的农民曾经把它当宝贝 只不过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 它越来越不被受重视了 相见无咸草 用好结实宝 大家好 我是洪秀 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这种长相枯似羊梅的果实 它就是构桃 每年夏天的时候 它就会结出红冬冬的果实 特别的诱人 我们老家这里称为构桃 而这种树就是构树 提起它估计只要在农村生活过 就对它不陌生 构树它的生长习性非常粗放 既耐旱又耐贫瘠 不论平原、丘陵或山地都能生长 以至于在很多农村地区 都很常见 似乎与外来的入侵物种 破云相似 正因为如此 所以构树在很多民间地区 也被称为土匪之物 它的红果字与羊梅神似 也有人称它为假羊梅 记得我们小时候没水果吃 就摘下来吃 味道甜甜的 但吃多了舌头会感觉麻麻的 相信不少农村长大的人 对于构套有这样的体会吧 构树由于常见的果树不同 并不是所有的构树都能结出构套 它是一种雌雄异树的树木品种 能够结出构套的是雌树 所以有时候见了构树 却没有发现结出红果子 那这种构树大概就是雄树了 如果在农村养树 估计更重是构树 因为构树的内叶含有蛋白质 维生素以及数十种微量元素 尤其是蛋白质含量高达20%左右 这使得它成了最优质的猪饲料 不少农民朋友直接将构树的叶子摘下来 给猪食用 除了构树叶子有价值之外 构树的树皮也是造纸的高级原材料 就连构树的种子和根也可以拿来要用 朋友们 构树你认识了吗 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的植物知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